为了保证行车安全 北京公交集团以高速路跨省运营驾驶员为重点 配发多体征情绪感知设备1800套 就在中共二十大登场前夕 官方要求北京长途巴士司机 都得佩戴能监测体温心率血压和情绪状况数据的电子设备 对此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质疑 官方有必要搜集这么多个资吗 北京已经正式进入了二十大期间 所有的危案都升级 防疫管控也通通都加码 包括了进入北京的快递都要经过二次安检 为了确保二十大顺利举办 北京除了增加天安门广场便衣 对近北京邮件快递二次安检外 近返京人员七天内也不能聚餐聚会 外媒报道 最近天安门附近的居民反映 陆续有公安上门查验住户身份 前门地铁站部分出入口也已经封闭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已经顺利完成 大会碰上疫情 管控只能更谨慎 避免重演校园群聚感染大爆发 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多所大专院校 宣布将大陆十一国庆假期 从七天缩短到三天 鼓励学生在校休息 不要返乡 对于大陆防疫政策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最新评论写到 香港已经宣布取消入境隔离 大陆抗疫的确付出经济代价 现在越来越多人对反复静态管理感觉受不了了 距离中共二十大只剩半个多月时间 却又遇上了大陆十一的七天长假 北京这场清零政策下的防疫战 有不能输的压力 TVBS新闻庄知名林明珍 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